开门 这一下都走了 都走了 我也傻了 我也傻了 最终等了个季母 白排了一夜 这么多美国人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始拔营撤离了 哈喽老铁们好 今天呢 跟一个朋友聊天 聊到人类宇宙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想跟他比一比谁的格局更大 然后这个哥们呢 就开始跟我不断的砍 我一想 得了 咱们今天呢 直接去看一下SLS火箭的发射线 因为我就在佛里达州 我离火箭发射线长开车就一个小时 所以说我提前一夜 我准备趴到那 因为到时候那肯定是水泄不通 全世界各地的地方来 我已经这个看过了 那个地方已经一个房间都没有了 仅剩的一个汽车旅馆要700多刀 还是300多刀一晚上 简直不行了 所以说现在咱就往那边走 我在车里头猫一夜 到那我争取抢一个最好的公共的位置 因为肯定长天中心也都在开放 但是我最终没抢到里面的票 我让朋友把我抢 他也没抢到 他给他自己抢到一张 算了不说这个人了 然后呢再加上 我身边的很多人啊 也很喜欢这个太空啊 宇宙啊火箭啊 是吧 然后哎 我想着也给他们带来一个惊喜 让他们看一看 我尽量抢到一个 离SLS更近的地方 因为我没有办法进到肯定 航天中心里面 没抢到票 那我抢到一个公共发射点 最近的就在它的正对面 直接能看到那个发射台的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抢到 但是我想试一试 OK 现在就出发 看路边的各种车已经停满了 各种房车都停在这个海边 都准备目睹 这明天才开始发射 明天早上 今天啊 这儿的位置几乎就已经占满了 当地在这儿有地的居民啊 纷纷过来收停车费啊 这停车费也不贵啊 20刀到40刀 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然后到明天啊 我估计这儿会变得人山人海 你看凡是靠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地啊 都已经停满了 有20刀的 有40刀的 哇塞 你看这路边的车停满 包括周边的几个海滩都能看到啊 所有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啊 美国人啊 世界各地的这些游客啊 都在往这拥 这边的这个酒店是已经没有了 现在因为提前一天嘛 这还没什么人 到明天估计这儿人就会爆满 各种的车已经都停这儿了 你看这些车子停哪儿了 车都已经停 高速公路边上了 这边海 哇天哪 很多人提前一天就已经到这儿了 明天这条路会急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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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来 看40块钱一辆 这个趴车的这个 哇塞 太贵了太贵了 太贵了 今天晚上我就准备在这儿 注意 这家麦当劳就盖在海边啊 目测明天这家麦当劳肯定要削翻了 我今天先来吧 今天跟明天的麦当劳都买好 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吃饭了 你知道吧 找一个有厕所的地儿 一猫咱就直接猫下来了 直接来里的Drivers路 买份麦当劳吃吃 今天到明天的口粮啊 通通买齐了 咱就在这儿等着啊 一路我坐到他明天 咪叫我的咪在车里 今天晚上 拜拜 我先咪一叫 啊 这儿有很多人把这个东西都已经支好了 准备在这儿拍 这已经是晚上了 大家看看 今天是晚上八点多啊 对面的这个发射台啊 依旧清晰可见啊 就清晰可见 整个的这边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公园今天晚上关不关门 我们就商量好了 准备一块赖到这儿 要被警察罚就一起被罚 不怕 现在是晚上九点多 然后这边的这个停车场已经满了 然后各种家庭带着露营的东西啊 就已经过来了 包括这个啊 小黑背啊 这整个的这个都已经满了 大家很多人都来这儿露营啊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呢 这边呢 你看没 哎 整个的这个啊 快满了啊 因为明天岛上八点发射 大量的人已经过来占地了 啊 这个今天应该是开的 所以说大家都跑到海边去睡 怕明天岛上这儿就没位置了 你知道吧 因为明天岛上肯定这儿还要再拥入大量的人 啊 很多人的这个帐篷都已经带了 床都已经带了 连这个残疾人车位都已经被这好车给占了 这就是现在晚上的一个情况 还有人在这儿连帐篷都已经打好了 对面那一片灯光 就是那个火箭发射基地 大量的人把这个床给直到这儿 直到海边 这是晚上差不多十点多的景象 看 他们就已经把这个位置给占占了 晚上都在等第二天的发射 这儿已经满了 各种车已经停满了 所有的车位都被占据 然后这边呢 尽头就是海 那一片黑的地方五十米以外 就是大海 现在是凌晨三点三十七分 大量的人已经开始进场了 这边的车也已经停满了 这个 你看很多的已经停到这个草坪上了 别说什么老外不往草坪上停了 你像碰到这种人山人海的时刻 看到没 他们这已经全部停到这个草坪上了 我的个妈呀 那边一溜停满了 然后这这样的公园 这林海还有好多个啊 然后路牙子上高通路边上 基本上都停满了 天哪 五点半左右啊 小孩跟着家长已经过来了 这条站桥上已经满人了 各种的器械啊 都在这准备拍啊 哇 人好多啊 下面的凳也都割满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已经在这拍好了 五点多 一夜没睡 大量的小孩都是跟着家长一起来了 早上六点半 天一开始萌萌亮 大量的人已经开始就位 看到一只狗 它好可怜 哈喽 虽然这个火箭发射推迟了啊 但是咱们还是要升空 让大家看一看火箭发射前这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啊 这边的一个景象 顺便说一说这款火箭 这款火箭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它的宣传意义其实是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的 为什么呢 这款火箭虽然说是比较强大的一款火箭 很多朋友不理解啊 说这是跟土星五号差远了 但其实呢 这个火箭的推力是比土星五号要大很多的 但是呢 由于是它实验的嘛 所以说上面二级火箭和三级火箭 它没有搭载那么多东西 所以说它的地域跃运载能力其实27吨 但如果一旦试射成功 它上面经过改进以后 它的地域运载能力是能达到47吨的 所以说它这不就能超越这个土星五号了吗 对吧 但我个人觉得啊 它跟马斯克的那个星剑还是没法比 因为马斯克那个星剑低约运载能力能达到100吨 但最重要的是那个星剑它发射成本要比这个低很多 那个只要几千万刀 这个可能得几十亿刀 所以说我个人最终还是看好马斯克胜出啊 然后很多朋友呢 就跟我讲 他就说 那你怎么就不把我们的长城九号说一说啊 是吧 我们的也很大 是是是 长城九号如果一旦服役啊 确实世界上的一款含有的这种超级火箭 那问题是我国宣布的是28到30年才使用 现在都没造出来呢 等造出来以后 如果是世界最大的 那肯定就是世界最大的 对吧 但是现在的话 我觉得还稍微延时上早一点 根据公开的资料 现在咱们是完成了这个发动机的实验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很多朋友说的头头是道 其实他平时根本就不关注这东西的进展 你知道吧 他自己也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发展到哪一步了 天中余亮了 人也到的差不多了 人已经差不多到这了 这边车都已经排满了 马上发射了 这的人已经在这集合了很多了 在这个海边 前面基本上都为炮筒子留着位置呢 而这边的海边也早有人在这站着 各种的位置 这是站桥上面 这是海边 远处那个地方就是发射塔 太阳光比较强 结果我们在这儿啊 接到消息说又出故障了 然后很多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往回走了 可能要过一段再发射 下一次我也不来了 我去 哎 受不了 这一夜白熬的 哎 回去睡觉睡觉睡觉 我看这美国人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撤退了 哎 最终等了个寂寞 白排了一夜 这么多美国人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始拔营撤离了 啊 哎呀 不管发没发 我是先回家睡觉了 哎呀 看没 哎 这一下都走了 都走了 我也闪了 我也闪了 应该是那个什么了 应该是今天发不了了 因为我看那边的乌云啊 也特别多 你看没 你先把那个发射台已经笼罩得看不见了 啊 应该是这个要下雨了 那边可能或者是多云 刚才还清晰可见呢 所以说它改到9月2号 据说 你看这很多老外都已经撤了 哎 挺好 那我就回家睡觉去了 啊 我就回家睡觉去了 9月2号我也不打算再过来了 我天 这野果熬的 在这都没睡好 人太多太乱了 该买都撤了 哎呀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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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发射失败啊 你看 大量的人已经撤出来了 这一晚上钱白花了 白被酒店割了韭菜 这都七八百刀一晚上的 这边都是几十块钱 几十刀停一晚上停车费的地方 啊 就因为这一个推迟全没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呃 反正我就是个来凑热闹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 因为我停的是一个免费的那个公园的那个停车场 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感觉白花了一晚上钱 哎呀这刚从这个堵车潮里出来啊 说一说今天的事因为准备在停车场秘一叫是早一事呢这个今天啊发射失败了据说要推迟到9月2号是为啥呢 好像是说三号引擎出故障吧 不知道啥出故障 反正我看第一个第一个接到消息的是一个专专业的摄影师然后他给我来个因为他就在我旁边嘛他说出故障走了我说你确定吗他说确定然后我又接到我朋友一个电话有一个朋友在里啊他就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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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故障啊说可以回去了啊说今天应该修不好然后我说那那那那就那就那改天我就不来了就是太熬人了然后因为我本来也是来凑热闹的嘛然后我看的一个个老美最终� 带着孩子什么走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你说这个呃什么出库长出库长这都小事我觉得这些老百姓和游客是挺冤的你说这些酒店海景的一夜上千刀七八百刀这钱你花了有那停车场一夜好几十上百刀幸好我没花幸好我没花啊我这人呢一直都比较贼你知道吧哎像对于这种发射火箭这种你知道发射火箭这种他他要求特别高吗 他又是天气又在这那又是在不能出库长一出库长又得重新检修你看我眼带多大哎我就熬夜不睡我也我也不住店啊你我感觉那你说要拍成了还行呢拍不成的不亏了吗哎还还真推迟了行啊反正是这个还挺有意思啊我感觉这次要是从全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些游客们啊可能是亏了被割了一拨韭菜那九月二号那天不定打为事了啊估计你说要再推迟再被割一拨 不好说不好说这期坐在这儿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回家喝羊肉汤了睡醒 睡觉了